朋友们好,我是黎师 一说到补脑,大家就想到核桃 关于核桃可以补脑的原因 民间流传更多的说法是 核桃长得像人类的大脑 很多人也比较兴奋吃什么补什么 为此很多品种的核桃奶和核桃制品 就逐渐出现在人们的早餐里 核桃确实有补脑的作用 但是大脑最喜欢的食物里 核桃并非排在第一位 接下来你医师就来说说 大脑最喜欢的食物有哪些 以及从科学的角度出发 他们对于大脑的好处 1.深海鱼肉 鱼肉中脂肪含量 比我们常吃的其他肉类要低得多 所以它的蛋白质和钙含量相对就更高 而且鱼肉中富含丰富的DHA 它不仅有着脑黄金的美誉 还是大脑神经元自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在大脑神经发育阶段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还可以有效减缓大脑衰老 预防老年痴呆症状的出现 所以对于幼儿和中老年人 以及常用脑的人群来说 适量使用深海鱼肉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各种蛋类 蛋类一般都是包含蛋清和蛋黄 蛋清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 而蛋黄中卵磷脂和胆固醇的含量极高 对于大脑来说 适当补充卵磷脂可以促进神经地质的合成 对于大脑神经的发育很有帮助 可以增强大脑记忆力 而胆固醇和蛋白质 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降低患脑部疾病的风险 3.花生 花生虽然属于坚果类食品 但它含有的营养物质也很多 其中对于大脑营养价值较高的药素 卵磷脂和脑磷脂 卵磷脂对于大脑神经发育有一定的好处 而脑磷脂是一种天然的活性剂 不仅可以提高脑细胞的活力 还可以促进脑细胞的新陈代谢 加快脑细胞的再生速度 可以让大脑更灵光 4.核桃 核桃对于大脑的营养价值 并不在于它长得像大脑 从科学的角度出发 核桃中含有牙麻酸 可以辅助治疗神经衰弱 对于由神经衰弱 引发的睡眠质量差也有一定帮助 还可以延缓大脑衰老 预防健忘症 5.蓝莓 蓝莓的作用可不仅仅是大家熟知的护眼 它对于大脑的营养攻击也是很给力的 蓝莓中含有类黄酮和花青素 这两种物质对于预防肿瘤内疾病有一定的作用 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而且蓝莓中富含的抗氧化剂 还可以提高脑细胞的免疫力 所以适量使用蓝莓可以辅助预防脑部肿瘤疾病的出现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看完请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关注健康 我们明天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